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视作认同 宣扬 美化或煽动那些行为的内容 也应该考虑整部影片所产生的影响 联名检察员应该顾及防范和制止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职责 和维护国家主权的义务 如果影片相当可能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 包括煽动分裂国家 宣扬恐怖主义 展示具有煽动性的刊物等等 而整部影片和对观众的影响可能会危害国家安全 就应该得出影片不移上映的结论 如果片中有描绘到恐怖活动和暴力行为 例如暴乱 中火等等 而有关描绘相当可能鼓励或者煽动到观众作出类似的行为 就不可以在片中出现 检察员应该考虑当中的细致程度 蝙蝠 是否声称取材至真实事件等等 而作出决定 子印又提到纪录片 说观众可能会有较强烈的感受 而相信片中全部的内容 指明检察员应该仔细检查当中 有没有偏颇 未经核实或者具有误导性的内容 还有有几大可能会导致观众模仿片中的犯罪行为 政府发言人指 尽管上映影片的发表自由应该受到尊重 但也要受到法律的限制 首先欢迎所有很多卡比日报的支持者进来 也有很多金谷要找税约情 还有左交争料座所 有很多鱷魚谈的老友记 例如Mr.Huy 我做直播时常常见到他 随老师 GL应该都是你的大粉丝 不懂 多谢大家的支持 左敦 他说Hello 左敦 Hello 左敦 Hello 左敦 即是不是我 你猜猜他 多谢大家支持我们 大家在吃饭 现在已经有近2千4人 1千5人 也算是差不多了 当然要讲讲这个 突然之间 完全没有经过立法会的讨论 说修宪就修宪 立即即时生效 你讲国安法是吗 国安法之下 要修订电影检查员的守则 刚才那个 这个又未去到 又好了 这个未去到要立法会 Anyway 继续 未必以后只有养板器 大毛女 智取威虎山 或者只有约约特朗普 或者是毛泽东 有得看 是不是 不一定是这样 但是看这个势 所有的东西 是以政治背景 就是可能我们这个运动 2014的占中 2003年的七一 又或者这个反国教 2019年的反送中 这些背景的documentary 或者在这个时候 衍生出来的任何 就算是灵异片也好 都未必有机会可以看 特别是我在昨天 外遥谈也说过一部电影叫 《执屋》 斯文卿你不是想说 《执屋》这一部电影 《执屋》就是刚刚被人 被人祸鞋了 我今天不断讲匪语 怎么办呢 被人祸鞋了 《执屋》就 我想大家应该 自取私自生 自取太平山 自取太平山 就是港英时代的 低下街镇码头姑丽 臭楼 怎样可以自取太平山 入住这个天碑膠 是不是这样 大家可能都猜到 《执屋》是一个 鲜浪潮的project 什么叫鲜浪潮 我想请问 是一个 小鲜肉浪潮 一个比赛 每年就会有十至十五部短片 就会在电影中心播放的 叫做《鲜浪潮》 带起了很多新进的导演 从那里走出来 今年其中一部电影叫《执屋》 《执屋》的故事就讲一个 都不是讲得很白的 其实就讲一个女孩 可能会因为 会被警察去守屋的关系 就去执屋 那她为什么会被人守屋呢 就自己想想 就讲她和她父母的关系 就是讲那个 在一个抗争的 2019年的时候 父母一方面很担心 另一方面很不支持 有支持 那种很mixed的emotion 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反差 但是最重要就是 最后那个故事就要执屋 其实是挺感动的 我都很想看的 但是我有机会可以看到的 我很想大家都有机会看的 首先欢迎这个法国的网友 法兰西朋友Simon 多谢你来支持我们 那好吧 佐敦卿昨天也给我一些提示 他说你要恶狗 如果真的有得这样 你越这样 我们就越找一个机会可以看 其实基本上 你越有些片 你记得我们小时候 有电影叫做《黄天后堂》 还有《假如我是真的》 Simon可能没看过 《假如我是真的》 我知道 你也知道 这些电影我们香港 没有人能看的 这么担心了 但我们千方百计都能找一个机会 希望可以看到这些电影 当然我相信 只要你越按 无论你大陆里面的人 或者香港里面的香港人 其实一定用他们的方法 就是开心分享 又或者我们大家 BT下载了之后 就调到Google专业 不断分享 还是怎样的 又或者调到你香港 我不是在Netflix上 我觉得最好笑的一个题目 叫做《理大围城》 这么露骨的一部片 他都没按 他每一次都用行政手段 搞到你不可以 在公共地方播放 突然之间 比如高仙 有人感染了武汉肺炎 你记得 记得 就是做出来的 那个游戏 但是他这么高调 将执福一些出来 其实执福一些出来 真的没有任何暴力 就是没有任何的片段 就变成了一个 就是士党 我觉得很出奇 我也觉得很出奇 我觉得很出奇 很感谢网友在这里解释 何谓这个先浪潮 也都是杜sir发起 魏法局搞年轻人的短片比赛 如果魏法局用公帑 拍了这些电影出来 一播出就有人会被人制旗了 所以他不方便 不可以理解的 一些政府部门 他当然是做事 你知道做官那些 你影响到我的退休金 我没错 不要说退休金 大哥 现在随时不用退休 我叫你立刻要走 都不能执包覆都可以 现在这样的环境 跟以前不同 所以可以理解的 我们可以明白的 但是我又不需要太贪心 这些都是 不过 就算不是很贪心 但可以告诉你 刚才我所说的 以政治背景 或者做一些政治为主题 这些文章 应该就问谁了 老实实 他都没禁李大围城 老实说 我又觉得笨水又不知道 就是这么说 他没禁李大围城 他没正式禁 他都在一行 一出就刺你 他不让你公共播放 其实跟你禁 是没有分别的 基本上你自己买回家看 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这样的意思 又这么说 其实2014年之后 其实2019年 大家都知道 2019年之后 大家都知道 其实很多电影是不能拍的 为什么呢 比如你说 警察很好的警察 你知道香港很多时候 是拍警匪片的 不是警察就是三级片 那些叫黑社会片 你想想2019年之后 你拍电影 如果那部电影讲 警察是好人的 就是叫成龙再拍 《警察故事14》 你猜有没有人会看呢 没有 肯定在死亡 问吧 我不敢说没有 有些蓝丝去看 是的 有人捧场 不过问水 有些刺警在沙漆去看 有些问水 对不对 反过来 如果你说 警察是坏的 可能就没有人敢投资 对不对 所以你基本上 其实2019年之后 警察是坏的 是做不到合拍片 最大的问题 2019年之后 警察是坏的 做不到合拍片 这个是意见的 警察是坏的 是1967年之前的 对不对 就算你不要说合拍片 你现在就不要说合拍片 你知不知道大陆最近有一部电影 就是说是六七年之前 是 好像梁朝慧有份 在大陆也是有问题的 他抽了嘛 是的 他现在的问题就是 你现在不要说合不合拍片也好 就算香港片 纯粹是香港 我现在MIHK投资 我岳鱼投资一部 独立电影 讲香港的警察 你都拍不到 因为始终投资的问题 很多複雜的问题 或者甚至 撑警察故事 撑警察故事 好笑啊 撑警察故事 那就是我们的观众挺好的 就算拍到 有些拍到 但是没有人看 有些没有人敢投资拍 对不对 所以你其实 你会 所有的 来着的编剧也好 电影演员也好 可能都要含蓄的了 就是写东西都要含蓄一点 或者一些 大家会 好像 你都记得了 大陆的电影也是的 其实电影 就说真的 如果大家有一些 movie lover 你会知道 电影的方法 可以借鼓如今 对不对 譬如你 姜文那一部 让子弹飞 其实跟着 这一个 民初的一个 scenario 其实是讲共产党 和国民党的东西 当然有些是秘密信息 有些是隐喻 有些是直接说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现在政府做的事情 这把刀 他不会大力砍下来 只逼过那把刀 够在你的脚趾里面 而是他什么时候要刮 就是when they do see fit 是吧 就是他觉得要用 就是做这一件事 但是 你作为一个电影投资者 譬如说 佐敦兴 我觉得刀你老妹真的很英俊 真的要写一部电影 给他做男主角 说一个年老色衰的 你这样说反话的老板 说一个年老色衰的 刀你老妹的男童性戀者 如何评到最后人生的光辉彩虹 写出一个这样的剧本 就是刀你老妹在2019年发生的 我那个投资者一看了 这个剧本 反送中之下一个老机 怎么找到真爱 不怎么搞的 可不可以抹了他 刀你老妹 那你又要再改 改完之后 刀你老妹弄到人出无害 又要走好警察 警察又没有机 刀你老妹的议员 刀你老妹的承认之类 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和你原本的原本的主意 也不是那一回事 变了也一定会影响到 这个创作自由 好了 所以给301这张照片 大家看看 301这张照片 刀你老妹的林郑月娥说 是绝大部分市民的自由 都不会受到影响 根本是没有可能的事 尤其是你记得不知道 刚才你两位人听谁跟我说 快打林郑月娥说 打多你两发 我忘记刚才是你两位 谁跟我说 又说当时 刀你老妹推出这个国安法 不会影响到我们整体人民的生活 只是小部分人 刀你老妹受到影响 现在看看 有国安法 就会搞到我们的 刀你老妹的教育又有事 刀你老妹现在拍电影 刀你老妹又有事 有国安法 刀你老妹 我们差不多 而出街的自由都没有 讲口号 穿衣服的颜色 刀你老妹全部分都影响了 哪个人说国安法只影响了小部分香港人的刀你老妹的影响 根本是不仅是那一回事 好 回来 你记得2019年出现反校 记得 当时我在台湾公干 我特意去电影院看 最初的气氛是恐怖的 讲政治的恐怖 当时我们每个人都很担心香港上不了 因为政治意识太重 后来香港又上了 但是迟了一段时间 我想说其实台湾人是经历过这些严重的宣伤 他们不能自己做报纸 不能做雜誌 拍电影很紧张 80年代台湾是这样的 反校说一点给大家听 为什么题材这么敏感呢 他是说校园里面 曾经有些的老师和学生 分享这个读书会 而看的书本有些左傾的意识 而被当时国民政府的军人捉够这些学生出去 严练逼宫打死了人 而在学校里面发生这些鬼故事 所以其实他假如我自己的独立 所以整部电影的政治意识是很强的 非常强的 非常强的 这些电影到最后迟些香港 你猜一下有没有看到左耳诗 当然没有了 我们也说不要迟些 2019年之后 即是你做法行也有影响 肯定 2019年之后你已经没有政治片了 基本上已经没有了 你凡是一个这么敏感的 加上现在 这个所谓的国安法 就更加会走回头路 所谓回到当年的台湾国民党的时代 一些所谓禁言的地方 就不会的了 就不会有这些情况 这个我也是一个好些的参考的时代 即80年代的国民党 香港未必会到中国那样 马虎的影片进去 都要剪15分钟才能出到 未去到这样的程度 但我们可以看回 借古的历史去看回 就是80年代的台湾 会好似香港来的情况 表面上有很多自由的 但其实慢慢细节细节里面 这些又不能说那些又不能做 就是会变成这样 亦都是因为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公帑又会养一群废人 就是专门做些审批 又或者是把一些东西去抽清 他一定要多些的人手去做这些东西 正确实说 我们原本可以写在民生上的公帑 或者改善大家的生活 各方面的东西 你不断地说政府太多官僚很麻烦 什么都很慢 你制造一些新的官僚出来 搞一些东西很麻烦 你自己知道吗 因为你们这群混蛋 你们什么东西都要管 你什么东西都要管 管到佐敦卿要生几条狗毛 你都要管 但是他自己都管不了 他管不了的 不是 我说佐敦卿自己都管不了 因为根本是没有办法管的 这些东西是 你其实是多鸠鱼的 你硬要做这一件事的情况之下 就是大家今天不能拍 或者是大家不能拍 好像田鸡那样说 我们看看三明三的这张照片 好了 这张刚刚KC就是WhatsApp给我的 田启文就说 不知道现在这个电键的新规例 有没有上数的机制 如果没有上数 全部都是拍教育电视 新指引要留意影片 有什么东西的 这些危害国家的内容的罪行 什么东西 叫做可能才行 你会不会压杀了本土电影 多少都会有影响 说没有影响就是假的 但影响有多大呢 要看怎样执行的尺度有多严 是不是要有上数机制呢 如果连上数机制都没有 基本上就可以拍教育电视 我觉得他说得非常好 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这个上数机制 你觉得 好 回来 不知道 可能有都不出奇 我都说他暂时都不会是 他不是想你好像大陆那样 只不过他 他尽量不想你说一些敏感的题材 就是鼓励 他们觉得鼓励 比如你收拾房子 他觉得你是鼓励的 你明白吗 就是这些情况 我又觉得暂时不需要太过什么 OK 那斯文觉得 我要考虑一下这一节的结尾 你觉得是不是真的要 你不用那么担心 就是刚才我们说 可能将来年无间道 这些都可能不行 我真的不觉得他是走那个方向 是的 他会辟降一些小的制作 例如杜琪峰一定会有办法 可以用他的方法 去疏通 疏通了解决 最后就是 一些独立indie 新进导演 还有他们不明白潜规则的人 他觉得我一定要 一定要撕那条红线在哪里 那些人就一定没有机会 那会令到很多frustration 大家会觉得很不舒服 但其实那些大片 那些大制作的人 那些电影公司 可以聊天的人 就是刚才田鸡那些 那些人应该是没问题的 其实你也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点 刚才我们说了一个点 就是官僚太大 又让我们浪费钱 另外第二个问题 就是衍生到 将来做电影人 就很难自己杀出一条血路 不会的了 你变成了一定要埋队 你一定要贴着一些 可以跟建制有计谈的制作公司 你一定是找到一群人 你能够遮住你 你只能够遮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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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能够拍两部电影 开两部电影 那会更加说 亦是将这个 原本可以遍地开花 所以这一种 以前很多都可以拍片的情况 就会少了一些独立的电影 其实一直都不是 每个都可以拍片 是近年 因为那些仪器便宜了 才能够拍片 其实80年代 90年代 一定是有老板 向生喜欢你 之类才能够做到 这个是事实 那些片 一定是有些疏通才能够解决 但到了近年 因为很多人可以做制作 可以用一些Digital的东西 用一些数码 自己剪片 全部都做得容易了 令人觉得 可以很快 再做一条片 现在是会回头一些 不是 要有一些疏通 要有一些聊天 最重要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就是投资者 是不会投资去你这些地方 没错 这是最大的问题 大家回答个网友先 这个是总理送给我 千辛万苦 全香港和德安唯一 一个 这个Shining 闪灵里面 一个Grated Trins 的公仔 很难找 很难斜钉 有些招魂的作用 因为我今天打了针 可能一分钟 就会冒一冒 现代人 可能会记得 在史匹部出现 Ready Player One 就会重製了这个幕 可能年轻人 就会记得那一段 我问一问 左衣斯最后一个问题 因为剩下的时间不多 假设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 大家都很清楚 老闆不会投资 你自己去搞好大门 我不跟整个电影的 这个体系去玩 我用网上去看呢 我拍了影片 全部是网上播 你怎么办 那你要回本 可以的 你现在其实都可以 你少有少做 可以的 可以的 你只看李大围城 到这一刻 都不会放出来 在传媒网上 不会放在网上 不会放在网上 因为他深刻都会觉得 不是 我也想在一个工作的地方 赚钱 中间有很多东西 要平衡 要兼顾 拍出电影 其实很贵 还有很多的心血 你是想放在某个地方 好 我可以告诉大家 你应该如何去做 认识一些人 认识Netflix 做好剧本 然后跟着 Netflix打本 你给人下载的东西 全部在香港海外 那你就可以做任性会面 我可以这么说 你怎么把秘密都告诉你 其中一件事 或者我说一说 回答观众 有些观众 刚才 鱷魚说的两部电影 一部叫《假如我是真迪》 一部叫《黄天后土》 其实1989年 先后解禁 《假如我是真迪》 《男主角》 没错 就是谭永伦校长 刚才说的问题 就是关于这些电影 有位观众 就说 为什么我这么乐观 我不是乐观 而是你自己 作为香港人 大家明白 香港的电影 其实一直以来 是非常少讲政治 讲政治 是这两年的事 你看什么《执屋》 李大维盛 李大维盛 其实不是政治片 是一部纪录片 这七年好不好 14年之后 你明白 这两年 你数到多少套关于港政治 是十年 韩战义 其实里面有很多政治 韩战义 很多 但其实他不是真的政治 他说政治 其实是特区政府高层的东西 不是我们现在说什么十年 那些就真的是政治 你明白吗 就是真的关于一些政治的东西 或者他们不想听的政治 是的 其实跟大陆没关系 你现在说政府的管治和政治 是两个东西 所以香港人一直拍的电影 其实不是政治片 你也不是聪明于那样东西 坦白说 如果说政治片 大陆的导演是聪明的 好像我们说 因为他一直习惯了擦边球 他从小到大在政治的环境长大 所以对政治的理解 大陆人一定是高于一般的香港人 这是肯定的 所以我又不 为什么我这么乐观的意思呢 就是第一 我不觉得第一 你香港人不是真的拍这么多政治戏 第二 政治戏你也不会写 也不会拍 第三 你一直都是 你讲的 是会少了一些片 我刚才说 只是讲警匪片 就已经少了 你现在怎么写警匪片 你怎么写 可以 我写雷洛永远是陷家产 英国佬永远是贪污 我拍这些警匪片就可以了 都说最近年 你刚才就讲了 1967年之前的片 大陆都突然扑够了你 不是普通戏 那里是大投资 有梁绍韦 有几个大粒东西 这些就真的是政治了 现在你讲讲 搞到1967年的香港都不讲 之前的政治都不讲 那时候的警察都不行 不知道他是不是踩下了六七暴动 不知道 是 可能是这样的 总之 我就是乐观的意思 就是肯定他会比以前少 但又不是说 好像大陆那样也不会 大家也不需要担心 其实有创意 很简单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早前有个废佬 就是说香港电影没有前途 叫蜀一元 我们在这个节目也讲过 我也是这样看 你看最近有几套电影都弄出来了 《熟水漂流》 《终水漂流》 《终血淹》 很快就回應一句 其實王家衛 大家以為他拍文藝片 有些很慢的 就很大卡士 其實他拍了一出很大的政治片 就是講香港回歸中國的 或者是主權移交中國的 叫《春光雜舌》 《春光雜舌》 其實整個隱喻就是講了一個九七 之後他就再沒有這樣的東西 再拍這些東西 但是連王家衛這麼聰明 這麼有商業計算的人 他都很懂得隱喻把這些東西放進去 杜其鋒在大約一個半月 兩個月前 跟港台做過節目 他說創作人一定會想辦法 去將他想表達的東西說出來 就算有多少的 censorship 大家也會用一些隱喻 比喻 借股奉金之類的方法 一定會講到自己的心裡出來 如果他在黑社會 黑社會一定是講的政治 沒錯 黑社會絕對是 選舉嘛 如果他再這樣逼下去的時候 就會扔你磚 沒辦法 大家一定有一個界線在中間 好 拭目以待 他也不會說得那麼白 他也永遠不會說得那麼清楚 大家摸他的底 唯有這件事 休息 待會回來第三節的《納品十》 第四節應該是 你打針打到 數學都搞不定 香港政府打到第四節的《納品十》 香港政府 看完這麼精彩的節目 希望大家可以踴躍支持我們的獨立網媒 讓我們有能力將知識和真相報道給大家 麻煩各位可以數一下以下的Payme 或者轉數一塊QR Code 幫我們繼續撐下去 多謝各位